中国赤兹400亿打造第二香港 新加坡彻底绝望 清朝时期 英国人用巨轮和枪杆征服了马六甲海峡 打开了亚洲贸易的大门 其中洋人经挑戏选了位置 并打造了世界最繁忙的港口 新加坡港 这个港在百年之内 垄断了全世界60%的贸易 影响至今 在无数中国人的思维里 马六甲海峡就是通往世界的咽喉 趁西方国家的优势正在逐步瓦解之际 在马六甲海峡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国家的港口 成了中国发展战略里梦寐以求的一步 等了好久 这个想法在今年终于实现了 中国最近先后拿下巴基斯坦的瓜德尔港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如果说这两个港只是中国小事牛刀 安排在印度洋上制约印度的棋子的话 接着更是深入马六甲海峡腹地 和马来西亚合作建设马六甲海峡最大的港口 黄金港 新加坡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头衔岌岌可危 马六甲海峡不再是西方国家后花园 黄金港位于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马六甲市 距离吉隆坡不到150公里 地理位置极其优越 马来西亚政府因缺少资金 政局混乱一直无力开发这个潜力巨大的港口 不甘心新加坡一家独享马六甲海峡的战略红利 恨到牙痒 之后 经过两年很短时间的谈判 二话不说投奔中国怀抱 倒给你 航运都给你 只要能带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 于是该项目立即成为两国合作的旗舰项目 政策 资金 规划 技术 施工分分钟就到位 为什么说该港口威胁到新加坡港的要害了 因为该港口分为三个人造岛 一个自然岛 共占地1366英亩 中方累计投资430亿人民币 这钱绝对花得值 该港口不仅包括一个深水码头 停大型集装箱货轮 邮轮 一个潜水码头 停靠邮轮 而且还有一个旅游中心 一个金融中心 重中之重的是 项目建成后 中国将拥有三个人造岛的土地所有权和整个港口 99年的特许经营权 拥有主权的黄金港 对比只是拥有运营权的瓜德尔港 汉班托塔港来说 意义非同小可得多 新加坡只是表面对手 背后的欧美大佬才是关键 消息一出 新加坡不但定了 一方面潮潮深水港技术难度 配套跟不上 难成功 另一方潮潮黄金港有军事目的 想拉美国牵制 但这些支言片语丝毫影响不了黄金港的进程 新加坡如此慌张是有原因的 要知道 中国是马六甲海峡第一大使用国 每天进该海峡的船之中有60%来往中国 中国进口石油量的80% 以及进出口物资的50%要经过该海峡 一旦新加坡失去中国这个最大客户 它的损失不可估量 况且其他国家也都可以选择黄金港而忽略新加坡港 2019年深水港开通后 60%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货物 比如石油 石化等能源都将从新加坡港转到黄金港 而最先到达的将是中国商船 中国将彻底从对新加坡的过分依赖中摆脱出来 需要理智一点的是 到2025全部配套设施建成之前 新加坡港地位还是不可替代的 尤其是其积累了百年的软件方面优势 比如管理 金 融配套 法律规则以及人力资源方面 黄金港还需任重道远 另有方间传言 中国可能与泰国联合开发克拉运河 如果这条运河真的开通 将完全断绝新加坡的财路 估计新加坡总统李显龙再也狂乎起来了